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留言 終結者似的睡個覺呢 人氣現在已經到了一萬兩千多了 那我們還是要努力的 繼續去完成我們的實驗對不對 我們就選擇下一個實驗吧 氣球椅有一種傳言 供那些喜歡用非傳統的方式離開地面 並且僅用普通的飛行組件 飛行的愛好者們參考 這太危險了吧 普通的飛行組件隨便打造一下 你就要飛天了 怎麼可能 好吧不管怎麼說 現在是說掛著氣球的椅子 能帶人飛起來嗎 你能在飛行時輕鬆的進行操控嗎 所以我們要在空中還要能夠操控 當然我們一樣 我們上去不可能是我們自己人上去吧 你能到達怎樣的高度及速度呢 系好安全帶 因為如果你有恐高症 你可能得閉上眼睛才行 選擇隊友 這個的話 其實我一定想選他 因為他的錢可以多很多 算了 我們還是以掌人氣為主吧 就是你了 喬治 掌人氣 不過這個有三倍 三倍人氣 三倍 三倍就是你了 接受 好所以我們一樣 進來之後呢 要點在這邊 是鳥還是椅子降落在島上 所以看起來我們還要能夠隨便飛這什麼鬼東西 我們要裝的只有17%是不是 17這邊嗎 我不太確定 還真的成功了 還真的隨便點一下就可以成功 因為他正負5%還蠻多的 以下公式的結果 10乘以瓜糊 3乘以5 簡單就是等於10乘以負5 等於負50 謝謝 這個好像都一些蠻簡單的東西 哇 又是玩意兒 欸 等一下 這個東西我們要求 要到這邊來 好像問題不大 這個東西像這樣子擺一下 然後這個東西移過來 所以我們只需要一根直直的 就這個拿上去 我這一個拿過來就可以了 我們把其他的先移開 這個拿進來 這個再拿過來 這個超簡單的 行動方案很簡單 哇 這個可能會需要 他會需要敲東西 其實應該是像這樣子吧 這樣應該就可以成功了 過去吧 成功沒有問題 再來是這裡是什麼 哇 啊 左移也是一根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啊 是1加1等於5-3 欸 是欸 1加1等於5-3 太easy了吧 接下來可能才是比較累的地方吧 所以我們看筆記本的第三頁有沒有 我們需要大量的東西 我們要製作出這一個實驗假人出來 那看起來這個實驗假人 好像是可以使用兩種 兩種材料都可以啦 看是使用那種蛋到凝膠啊 或者是巨餅烯的那種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有要我們先去買類似像豬肉明膠有沒有 或者是巨餅烯顆粒它都是要我們買 我們就買一下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稍微使用兩種材料來製作這一個假人 看起來它應該是都沒什麼問題 大瓶要9個 所以我們買9個 這個大瓶這個瓶子空的 再來我們需要水 超大量的水呢 買一個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說看我們的實驗假人的手對不對 或實驗假人的身體各個部件要怎麼製作 我們會需要看第6頁 當然其實也沒什麼好看的 因為它就是我們把巨餅顆粒什麼的塞一塞 所以我們先前往幫站在這裡 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看起來是要混合東西吧 我們在這邊呢 先把罐子有沒有空的瓶子先放上來 然後我們把水箱呢 就給它放上去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三個開口 應該是對應後面這邊有三個水箱可以裝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 這個還不能點就對了 那我們現在把明膠也要放到桶子裡 明膠就放進來 豬肉明膠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蛋到凝膠 它會說我們的豬肉明膠大概10%到20% 水呢80%到90%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 豬肉明膠在這邊有沒有 然後我們的話呢 空桶也在這邊有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可以點了嗎 喔不對 它還要我們先看一下 它還要我們在這邊看比例就對了 沒關係 這個都OK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 如果不知道哪個桶子 對應哪個管子也沒關係 我們這邊它會直接說這邊是明膠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沒東西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明膠裝 它是說10%到20%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次 10%到20%沒有錯 所以我們可以先裝個 將近20%的明膠有沒有 再來就是水的部分在這裡 我們可以呢 就把它給灌到最滿應該就OK了 或者是將近100%就好了 它會不會炸掉 我試試看好了 它有沒有可能會裝到它炸掉 它是真的會炸掉欸 好吧 一個瓶子而已嘛 沒什麼大不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很小心了 那這邊我們就還是要 要裝到將近100%才行 像這樣子OK 所以我們呢就成功的把這個彈道凝膠 做好了 接下來用我們看筆記本 第6頁在這裡 它會說我們實驗假人的腳 實驗假人的手會需要多少東西 再來我們的鑄造廠這邊就打開了 所以我們要製作一個彈道凝膠的手 有沒有 我們在這邊它就是手的模型 這邊有超多的就是超多的模型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把彈道凝膠給弄進來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剛剛總共彈道凝膠 有三個有沒有 我只灌了一灌 它可能是我們的比例 如果有搭配到比較完美的話 它就會給數量會比較多 你拿一瓶下來就是數量好像會比較多 它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可以使用 鑄餅膝顆粒來製作都可以 它這邊就是告訴我們手 不光是手 腳其他部件都可以使用彈道凝膠 或者是鑄餅膝顆粒來製作 所以我們這邊有塑料的手 或者是塑料的手在這邊 還有這個彈道凝膠的手在這裡 接下來又是要我們看筆記本 然後第3頁 我們把剩下來的其他所有部件 都給它埋了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們可以顯示所需要的項目 有沒有 筆記本這邊我們可以點F 顯示出來的 在右邊那邊就會什麼都有了 那這個模式功能就很方便了 所以我們可以去購買鋼筋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好像就沒有標了 它沒標我們要去哪邊買東西 但反正它也是有顯 鋼筋我們需要15個 所以我們就買15個鋼筋 還要金屬鋸在這裡 所以金屬鋸一定要 螺絲釘還需要13個 這東西到底為什麼 都已經放在自己的 放在自己的倉庫裡面了 為什麼還要來買 總之我們接下來要去做鋼筋斷 有沒有就是把鋼筋切了 要有15個這樣 所以我們的鋼筋呢 剛剛才買了 好像沒有 鋼筋總共在這邊 我們就買了15個鋼筋嘛 所以我們就要來這邊切了 可是在這邊切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給拆了 因為之前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呢 是用來鋼木頭的嘛 所以不能用來鋼金屬 我們得把它給拿掉 等等 我突然又想到了 如果拿它來鋼金屬會怎麼樣 來試試看 好來 我們來鋼一下金屬 總覺得會浪費掉一個材料 試試看 鋼條壞了 切錯東西了 這一個的話 顏色也改變了 它壞掉了 這一個也壞掉了 所以這個是說 切壞了 我們只能扔掉 切壞的東西只能扔掉 那這一片看起來 它的狀況 也是非常的糟糕啊 所以我們 把那個也換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寫移除 那移除掉之後呢 它會在我們的背包裡面嗎 喔就是壞掉的 壞掉的木具 真的耶 你真的試過用木具切鋼嗎 你還在想什麼 這把鋼現在廢了 好 不好意思 總之我們再把金屬鋼給裝上來吧 反正這個是 四碗版 四碗版對吧 OK啦 所以我們要裝上來了 成功了 當然我們剛剛鋼的東西壞掉了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只剩下14個 我只剩下14個鋼筋 14個鋼筋 如果能夠切到完美的話 應該總共可以切到超過15個吧 難道不能切到超過15個嗎 還是它一定要5次完美還是怎樣 我不太確定了 這個東西其實 正要說起來也不是那麼好控制就是了 先切切看吧 到底能切幾段 就不要我還要 看一下好了 它有些顏色不太一樣 大概就是有完美跟不完美的那個差別吧 欸看起來 看起來夠欸 我切了23個出來有沒有 我原本買15個鋼筋 切了23段出來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呢 大家看喔 它要我們做的彈道凝膠 還要再做22個彈道凝膠出來 那我們的瓶子呢 它有7個 它可能 我們如果能夠到達完美的做法的話 我可能最多 現在就是7乘以3等於21嘛 所以我可能還缺1 因為剛好有個瓶子炸掉了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如果完成的話呢 右邊的列表那邊是不是會說剩下19 對剩下19 那沒錯 那我一定呢 至少還缺一個瓶子 嗯 那我在想啊 如果其實 它是說10到20%都可以 那我們就差不多10%嘛 那如果是這樣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只加到 那90%再多一點點 因為水是說超過80%就好了嘛 所以像這樣子 那也是達到它所說的那個目標 它那個比例吧 豬肉明膠有超過10%對不對 10到20對不對 10多一點 然後這個的話呢 絕對是有水是超過80% 這樣也算是完美嗎 看一下 所以是不是變成 右邊是不是剩下10 是 那所以像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等於說它容許誤差的範圍 其實也還是蠻大的 如果豬肉明膠 我只裝5%有沒有 不到10% 然後呢 我們水裝一大堆 水裝一大堆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或是水也裝不到80% 之類的 好我們看看 這樣子會發生什麼事 不明物質 這個東西變成不明物質了 你不願意學習的結果 不管裡面是什麼 最好不要喝它 或甚至吸入它 那就是直接把它給丟了 因為它可能已經變成一個 危險物質了 OK 了解了了解 我們就按照正常的比例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好啦 所以我們最後呢 這邊呢 就給它完成了 然後我們再來要做的是什麼 巴斯特的骨盆 因為他們的假人命名 都叫做Buster的樣子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 巴斯特的頭 還有身體 我們身體的話呢 有男性跟女性 我們做個女性吧 然後頭的話呢 頭 這其他應該就沒有分性別了吧 骨盆也要一個對不對 骨盆應該在這裡 骨盆也一個 還有什麼軀蓋 然後呢 這個是四肢的部分吧 四肢的部分要有一大堆 肢體要需要八個 然後需要的是什麼來著 總之身體這邊的 我們已經做出來了 有沒有 很輕鬆 其實它做的還蠻快的 我們這邊就繼續的做下去吧 頭也有了 再來還有就是骨盆這邊的 剛剛也有了 還有就是腳要兩個 所以腳在哪 腳在這裡 腳要兩個 我們就剩下就是這邊跟那邊了吧 對 好 所以這邊呢 就是最後一個肢體呢 我們把它拿起來之後 我們要把整個實驗甲人給它製作出來 我們要製作 應該在這邊製作吧 所以要製作呢 實驗甲人把它點出來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 就是剛剛的鋼筋的話 我們隨便切一切 但是呢 它這邊的形狀 已經變得非常的複雜 有沒有 真的算是簡化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只是我們這邊安裝了一個一個的裝 還是蠻累的 這邊還要把螺絲給鎖上去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有這個黃色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把東西放上去這樣子 那我其他的部件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這一個彈道凝膠 所以呢 有塑料的 只有一個就是這個東西是塑料的 其他全部都是彈道凝膠的 這邊鋼筋段 甚至我剛剛只切一段 怎麼可以有這麼複雜的東西 好 把所有的部件呢 都給它擺上來之後呢 這個假人 在這裡 這個假人也就算是 成功的製作完成啦 OK 掉下來 我們把它扛起來 假人 一樣 所以它丟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清潔人員又想來了 莫名其妙 這個清潔人員到底是想怎樣 我真的 我很好奇欸 這個假人能不能 我 這個物理碰撞判定還是相當的神奇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還有其他東西要做啊 看筆記本有沒有 他說購買需要的物品啊 這其實好像也沒什麼好看的 就是直接去購買就對了 購買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的是黏土 因為我們需要呢 那個氣球 在 在實驗之前 我們要先把它給固定住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正常啊 這邊油罐的話呢 還要再買一個 是油罐嗎 還是我 應該應該 他說是要油罐嘛 OK 所以我們現在把黏土 先放進桶子裡面 那就把這個空桶呢 我們就放個黏土進來 然後 檢查一下 黏土的比例有沒有 第八頁 他說黏土的比例呢 就是黏土20 水20 嗯 嗯 所以我們要做黏土 好沒問題 我們看一下 黏土20% 水20% 好我們看一下 那水就20吧 我們真的我們就20 20就好了好不好 以免他炸掉 黏土是這個 不是明膠 是我們黏土要在這裡了 所以是事實要再多一點點 像這樣子 那就都有了 OK 那應該 有成功了 成功了 真的很成功了 我們的黏土值有了 我們黏土值 而且還是完美比例是不是 有給我們三個 我們就來製作一下 那這個東西呢 就算是說重量夠重 可以 可以把我們 把我們的那個 把假人壓著這樣 以免他 在實驗之前就飛走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還需要就是買槍了 是的 所以槍要來了 槍在這裡 3200塊錢 3200塊錢的槍 彈藥 他說實發是不是 實發彈藥 啟動按鈕 當然也還是需要一個的 駭氣 一個 椅子 一張 還有什麼 氣球 6個 氣球6個 6個就好 謝謝 氣球6個 繩子要8根 大瓶 大瓶還要4個 為什麼又還需要4個大瓶 因為要那個 灌那個 氦氣進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氦氣瓶先放著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呢 瓶子也可以再給他裝上來一下 然後我們要先檢查一下 氦氣的比例 其實也沒什麼比例問題 我們就只是把氦氣裝進來而已 所以90到100%都OK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氦氣 我們就看 氦氣90到100%都可以 不要讓它炸掉就是了 90到100%成功完美 然後再來就是椅子框的訊息 是的 我們還要製作椅子的框 所以這邊我們看的話呢 他會說啦 需要矩形鋼結構啦 但是右邊要我們用的是木塊 我們就用木塊最好 所以木質橫樑件9個 木質圓桶件2個 OK所以我們要買的呢 是木質橫樑件對不對 這個他就說要9個 我們只是買9個來切吧 以免我沒有切到完美的對不對 然後圓桶件是2個 那其實也就買2個就好了 然後我們要去 喔對喔 我們的木具 剛剛被我們鋸壞了 現在又多花220塊 哈哈 那一樣我們要把這個呢 給弄下來對不對 然後換木具 好啦 那所以呢把那些材料都鋸完了之後呢 就要我們直接前往火箭發射廠 看來椅子固定的什麼的東西呢 我們就是直接在現場完成火箭發射廠 到了我們到了火箭發射廠了 所以我們要把實驗假人呢 先帶到安全區域去 有沒有 Discovery the Mistbusters 我們這邊呢先把假人先拿起來 扛過去 這個是火箭發射廠就對了 但我們 現在要用的地方是旁邊這邊 他要我們帶到這邊來 因為我們要飛越的地方 喔 在那邊嗎 好像有標記點 所以我們要從這邊 然後飛到那邊去吧 哈哈哈哈 好吧 所以我們的假人往地上丟 欸不要亂跑謝謝 把椅子組裝好是不是 也沒什麼啊 椅子放上來 然後咧 先把椅子先壓住這樣子 那我們壓左邊或右邊這樣啦 隨便壓一個地方就好了吧 再來就是把框架呢給弄上去 喔椅子框 椅子框了 我們就直接裝上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繼續呢 再把這個什麼椅子做的播放器 什麼鬼東西 翻譯好像怪怪的 反正要裝什麼東西 裝一裝吧 總之到時候我們是把這個東西 要拿掉什麼之類的吧 OK我們再來就是 把假人給放上去是不是 假人裝上來 假人上去謝謝 上去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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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人 讚 再來就是氣球 兩種顏色欸 都各用 各用 各用 各用一個這樣子 各用一個把它裝上去 總共是各用三個吧 好啦 我們的氣球也上來了 調整起始位置有沒有 我的假人在這邊 要是沒有固定住的話 他現在就已經飛走了 然後我們要選擇我們的裝配按鈕 裝配按鈕的話 他一定要我們放到這一個欄位來 然後我們選擇了裝配按鈕之後呢 才能夠呢 放的上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點 開始實驗 是的 我們大概就是要飛過去了 來 我們來開始一下 我們 我們只是 只是把假人做好 然後放上來 我們就可以 操控假人了 是不是 他這邊要我們操控假人 然後安全的降落在島上這樣子 好我們來試試看喔 弄亂椅子 什麼東西 弄亂 應該是破壞椅子吧 呃 我們這邊 可以把東西先拿掉一下 可以嗎 把東西拿掉 沒有更多的壓倉段 我們按1 可以了 所以我們飛起來 我們真的飛起來了 大家看 然後我們可以呢 左右前後操控吧 往前往後的話呢 速度會快一點 這個是我們要飛過去嗎 我們還可以左右有沒有 左右一下 亂晃一下 輕鬆達標 最高分100分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呢 可以 接下來要降落 就是開槍吧 然後我們就快速的飛過去 我們差不多該開槍了吧 開始打爆這些東西 打爆他們 不是那麼好操控 可能也蠻寫實的吧 這個哪那麼容易打爆 總之我們的實驗就這樣子 輕輕鬆鬆完成了 而且我全部都 全部都達標了嗎 等一下 我成功降落在島上 我成功取得了高於100分 我成功的在45秒內完成了 這個會不會太簡單了一點 好吧 那我們就點結束實驗吧 然後我們可以維修 因為我們壞掉的東西看起來 也只有氣球而已 所以重建呢 很便宜啦 就100多塊而已 我們可以重新的再來做實驗 不過沒有必要 我們回去剪輯我們的影片 好吧 因為影片長度的關係 如果一定要放喬安妮上來的話 那就代表其他一定只能夠放10分鐘的 所以我們其他就是放10分鐘 然後 這好像有點問題 其他10分鐘的會減我們的預算 減預算 可是人氣呢 會拉上去 其他還有沒有拉 其他沒有拉人氣的 這個好像用他這個乘以三不太划算 因為這一次的卡片 加人氣的沒有很多欸 這個雖然 可是會超過那個 超過時間啊 沒有5分鐘的 有5分鐘的東西 等一下有5分鐘的東西 這個先拿掉一下好了 但是他這些機制 我不知道在正式版 有沒有可能會稍微做一些改變這樣子啊 那我們大概可以期待他正式版發售吧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了 好感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拜拜